想要补办增化边原住民保留地的族人或宗教团体 除了要面对冗长且复杂的申请流程 还要有被推荐的心理准备 主要原因在于乡镇市区公所在会刊的过程中 族人申请的范围若在水利法83条与土地法第14条 不得转为私有地的规定范围内 申请案件就会在初审阶段被驳回 对于被划算为水资源保护区内的新北市乌来区族人 要申请增化边可说是难上加难 设定他向权利给他的时候 但是他又是保安保护区 然后我们区里面又无法提供 在这个都市计划56年合法防护的制造 造成在受理他向权利的时候 就比较没有办法设定留名这个族人 也是我们乌来区大概占据九成以上的权利 在民国56年都市计划中政府以保护水资源为由 将乌来部分土地化设为水源保护区 而这些土地几乎都是当地泰雅族人赖以为生的原居地 水源水值保护区内不得从事任何具有经济效益的行为 以补半增化边为保留地的行政命令 无从未族人解套 渐渐影响了族人在地的生计问题 对此学者提出以地异地的补偿机制 我建议是说可以以地异地 比如说可能是林务局适合开发农业 或适合建地的一些区块来化设为新的保留地 而根据原机法第20条 以及公有土地化编原住民保留地的要点规定 原民会应成立原住民保留地化编都岛小组 学者认为补半增化边的反复工作 单单仅靠乡公所用一个月的时间 完成所有会刊及审查是不够的 乡公所可能现在有一些土地省议委员会 这土地省议会我们常常受到批评 有很多非原住民在这个地方 或者是开发商也有代表在这里 所以恐怕也无法保障原住民的土地的权益 对此原民会则表示 目前有成立专案小组在处理全国补半增化边的争议 单位在都市计划法范围内的乌来区 未来要如何在土地使用分区上进行法律上的解套 目前中央各部会都还无法具体提出解决方法 恐怕还需要中央与地方有更多的讨论时间 这几家部五六台北市采访报道